我很喜欢的视频博主Max Tech 他们买了8台不同的MacBook Pro 制作了十几期的视频来分享他们的测试结果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就基于Max Tech的测评数据 来一起聊聊M1 Pro和M1 Max的MacBook Pro 到底怎么选才最划算 首先在14和16英寸的选择上 其实有挺多除了屏幕重量续航 以及触控板大小这些常见因素以外的差别 第一是刘海 14和16英寸其实刘海的大小是一样的 但因为16英寸同时有更大的屏幕 所以相对而言 其实在观感上16英寸的刘海看起来会小一点 在我个人的使用中 MacBook Pro的刘海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困扰 可能因为我对着电脑屏幕的时候 都是比较关注在电脑的屏幕中间 而不是上方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其实是挺介意这个刘海的 那对于这些介意刘海的小伙伴们 我会在14和16英寸当中更建议你选择16英寸 因为这样可以取得一个在视觉效果上没有那么明显的刘海 第二点是散热 16英寸因为机身更大 所以内部可以散热的空间也更多 同时它也有比14英寸更大的风扇 所以在运行同样的任务情况下 它会比14英寸更安静 同时散热也更好 第三点是扬声器系统 拆机显示16英寸MacBook Pro内部放入了更大的扬声器 因此整体音效上两个尺寸是不同的 最后就是性能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14和16英寸的性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极端测试下 16英寸性能会好于14英寸 这可能是出于散热或者续航的考虑 当然 虽然14英寸和16英寸在续航散热和性能上有些差别 但它依旧远远优于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大家也不必太过纠结于以上的差别 在选择尺寸时 便携性依旧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你预算充足 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把电脑放在寝室或者家里使用 那只贵了1000多人民币的16英寸可以说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你平时就需要经常随身携带电脑 那还是多考虑一下14英寸吧 毕竟使用体验才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属性 其次是芯片 该选ME Pro还是ME Max ME Max和ME Pro的CPU表现一样 但Max要比Pro的图形处理能力更强 根据Max Tech的测评 其实ME Pro已经优秀到 它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最佳选择了 在日常软件测试中 无论是照片编辑 编程 3D图像处理 还是视频剪辑 ME Pro的表现都非常亮眼 所以是否升级到ME Max 就取决于你认为是否值得 为那些多出来的图形处理能力多付出6000多元了 举个例子 比如导出一段5分钟的4K视频 16寸ME Pro需要3分钟 而16英寸的ME Max需要2分钟 两者相差了1分钟 对于专业影视剪辑团队 他们可能常年需要处理的都是一些50分钟 甚至是500分钟的视频 所以光是在导出时间上就能节省10分钟 甚至是100分钟 那花这6000块钱升级到ME Max可就太值了 而对我来说我的视频一般也就5-10分钟左右 所以我自己完全能够接受这1-2分钟的导出时长上的差别 所以我对ME Pro的性能就已经很满意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 ME Max的机型在运行时分扇会更小 同时续航也相对会比ME Pro更差 这也是在选择更强芯片时需要考量的一些因素 关于芯片选择还要考虑的就是选择残血版还是满血版 根据Max Tech的测评 如果使用Final Cut Pro进行视频剪辑 残血版和满血版可以说几乎没有区别 因为两个版本都有相同的视频解码单元 所以几个核心数的缺失并不会局限电脑的算力 如果是图像渲染 编程 照片剪辑 音乐处理 两个版本确实有一些差别 但是区别不大 而且也都远优于市面上其他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残血还是满血版就完全取决于你的预算了 两个版本的价差相比于ME Pro和ME Max之间的价差要小一些 只有1500元的价差 所以如果你想心里觉得踏实 那可以加这1500元上满血版 如果预算有限 残血版也完全够用 然后就是内存了 ME Pro到底要不要从16GB升到32GB ME Max要不要从32GB升到64GB 3000元的价差到底要不要升级 我想这大概是大部分消费者最难以抉择的地方了 Max Tech的测试显示 在进行非常夸张的任务 同时打开非常多窗口的情况下 16GB比32GB表现出的内存压力要大很多 但运行依旧流畅 在处理照片视频以及编程的时候差异也不大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电脑发现 当内存可能不够用的时候 会进行内存和硬盘的swap 也就是将一些用户不太使用 但是却占着内存的程序 给暂时挪到硬盘上 空出内存给活跃的程序 当用户又要使用这些暂时被挪到硬盘上的程序时 电脑又会把这些程序从硬盘挪回到内存上 最新款MacBook Pro的SSD传输速度达到了惊人的7.4GB每秒 这速度有多快呢 市面上比较快的移动硬盘 三星的T7传输速度大概是1TB每秒 而正是因为MacBook Pro这惊人的7.4GB每秒的传输速度 就算进行了内存和硬盘的swap 用户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感知 所以整体上非常流畅 所以内存大小确实是会有区别 但是上不上高内存也完全取决于你的预算 内存低一些的机器在运行上仍然能够表现优异 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无需升级 同时更大的内存也就意味着swap会少很多 能够延长SSD的使用寿命 当然购买更大的硬盘空间也可以延长SSD的寿命 如果有稍微多出来一些预算 相比花3000块钱升级内存 可能升级SSD硬盘的存储空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除了可以延长硬盘的寿命 更大的存储空间也意味着更快的读写速度 以上就是我对于MaxTech视频内容的整理 以及基于他们的数据给出了一些在MacBook Pro上选择的个人建议 总的来说就是最低配置已经非常强大 而且也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网上增加配置量力而行 如果有多余预算优先考虑硬盘空间 后面我也会分享我这段时间使用这台16英寸 16GB ME Pro MacBook Pro的使用体验 希望能对一些小伙伴在购买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也请感兴趣的小伙伴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